这群企鹅宝宝才五个月大 就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保护 他们组成一支小小探险队 前往遥远的海边 然而这一路注定充满了危机 因为可怕的掠食者已经出现了 这是一支巨型海燕 它的尖嘴足以致命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 可逃跑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一个倒霉的宝宝被抓住了 好在海燕只是咬住了绒毛 他幸运地挣脱了 个子最大的连忙挡在前面 像个大哥哥一样保护着同伴们 他们组成一个防守圈 艰难抵御着海燕的攻击 但这样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他们或许再也无法坚持到海边了 然而大自然就是那么残酷 就在所有宝宝陷入绝望时 正义终于出现了 这是他们的大表哥阿德利企鹅 他就像个超级英雄一样冲了过来 黑坏家伙 放了孩子 有本事冲我来 即便个头还没有宝宝大 他也义无反顾地挡在最前面 强大的气场顿时震慑了海燕 面对企鹅界的迷你战神 海燕也只能暂避锋芒 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 之后大表哥还担任起了保镖的角色 直到将他们送到海边 这只重情重义的阿德利企鹅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他叫史蒂夫 虽然保护小企鹅是很英勇 但他却是个十足的大憨憨 而在他讹生中发生的种种奇葩故事 更是堪比史诗级喜剧片 简直能把人笑死 每年春季 阿德利企鹅都会跨越数百公里 来到这片美丽的冰天雪地繁育后代 跟笨重的地企鹅不同 他们的身手更加敏捷 当然偶尔摔跤也是在所难免的 为了能在相亲环节找到伴侣 雄性阿德利企鹅需要搭建一座爱的小窝 因此他们必须赶在此企鹅之前抵达目的地 然而缺乏经验的史蒂夫却迷路 被大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 直到一只地企鹅出现 史蒂夫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随着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企鹅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加错群了 但作为一只乐天派企鹅 史蒂夫从不会被眼前的困难阻挡脚步 他准备向这些远方表轻打听点消息 大婶你好 见过一群企鹅没 滚犊子 谁是你大婶啊 啊还是个小姑娘 气氛略显尴尬 史蒂夫识趣地离开了 这次他打算找个宝宝问问 可他怪异的目光 把眼前的小胖子吓得瑟瑟发抖 没办法他只好换个目标 他选中了一位正在熟睡的宝宝 结果却戳中了人家的起床器 于是五个月大的宝宝 当场对五岁的大表哥动了手 史蒂夫只觉得脑瓜子温温的 我竟然被个婴儿给揍了 这简直是个噩梦 幸运的是 不远处恰好出现一只阿德利小队 史蒂夫连忙迈着激动的小碎骨 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伙计们 等等我呀 历经了一波三折 史蒂夫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然而好位置都被有惊艳的企鹅占据了 他们正悠闲地在阳光下练气功 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小萌星 史蒂夫应该先熟悉一下规则 但这个愣头青却直接闯进人家家里 这下彻底激怒了这只年长的企鹅 作为名风淳朴的族群 他们能动手就绝不废话 看来一场大战已经无法避免 这是一场男鹅间的决斗 老师傅率先出击 根本不给年轻鹅准备的机会 直接一套咏春拳将史蒂夫打翻在地 年轻气盛的史蒂夫立刻展开了反击 结果却一脚踹了个空 露出了致命的破绽 老师傅见状 立刻用嘴巴使出锁侯宫 轻松取得上半场的胜利 被胖揍一顿的史蒂夫选择投降 可老师傅还是不依不饶 就这样 两只小短腿演绎了一场精彩的追逐大战 我说大哥 俺只是路过看看 你有必要往私利追吗 经历了老前辈的毒打 史蒂夫终于学乖了 此刻他还有另一件讹生大事要做 那就是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用石头住的潮能有效隔绝士气 提升宝宝的存活率 勤劳的史蒂夫很快就收集了不少石头 但他却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企鹅中也隐藏着一些小偷 他的邻居刚好就是其中一个 在他眼里 史蒂夫就像个可爱的快递员 勤恳地为他奉献着装修材料 当史蒂夫返回时 他立刻安静地站在一旁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就这样史蒂夫不停地搬转 小偷不停地偷窃 终于他发现了不对劲 奇怪了 俺的房子造着造着 怎么就变成了地下室 再看看身边的亮仔 明明整天站着喝溪北风 房子却奇迹般地就快完工 为了找出问题的所在 这次史蒂夫假装离开 小偷果然上当了 黑果然是你小子 在被我发现给你腿打断 然而时间不等了 史蒂夫必须尽快造好自己的小窝 因为在厚厚的冰原上 数千只企鹅妹子正朝着聚集地打来 大型的史蒂夫及相亲大会即将拉开序幕 为了吸引母企鹅的注意 熊企鹅们纷纷展示自己的才艺 而史蒂夫的才艺就是高歌一曲 可不论他怎么努力 都没有妹子愿意停下脚步 其他的企鹅小伙纷纷相亲成功 更可气的是 就连可恶的小偷也找到了对象 史蒂夫失落极了 终于有只母企鹅朝他走了过来 黑眉女一起下蛋布 本企鹅勤劳能干 有豪华地下室一间 结果母企鹅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这个物质的社会 没有一间好房子 或许他真的要打光棍了 也许六岁才是他的试婚年龄 就在史蒂夫陷入绝望时 另一只母企鹅出现了 史蒂夫抬起头 瞬间就看呆了 这一刻他连蛋的名字都想好了 看着史蒂夫痴痴的眼神 母企鹅害羞地低下了头 哥哥 你的地下室好别之哦 人家好喜欢呀 妹妹 你真的太有眼光了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他们一见钟情了 在美丽的夕阳下 他们完成了简单的婚礼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将会是一生的伴侣 婚后的生活里 史蒂夫并没有懈怠 他更加卖力地搬砖 只为让妻子有个舒适的小窝 不知不觉他已经连续搬砖了一个月 妻子担心老公累坏了 于是给他放了一天假去放松心情 史蒂夫也确实有点累了 他迈着屁颠屁颠的脚步前去享受假期 当然拥有这份待遇的并不止他一个 一大群已婚公额已经组成了旅行团 他们排成长长的队列 在冰原上尽情奔跑 场面不仅壮观而且十分欢乐 前方这块破裂的冰层 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海洋浴场 这里深受广大男鹅的喜爱 他们宛如下饺子一样冲进海里 没一会儿浴场已经额满为患 他们在海面上欢欣雀跃 清凉的海水早能有效去除疲劳 然而史蒂夫并不喜欢凑热闹 他找了个没鹅的地方 享受着独处的时光 相比于洗澡 未知的海底才是最吸引他的 冰面下的绿色海藻 简直美极了 然而一场危机已经悄然而至 一群恐怖的虎精来到了这里 这群顶级的掠食者 要比他们大两百多倍 浴场里的企鹅纷纷逃上岸 唯独史蒂夫还沉浸在潜水的乐趣中 好在虎精们此刻对他并不感兴趣 他们只是借用这条河道 敢去捕捉美味的鱼群 当他上岸时 原本热闹的冰川 早已没有任何一只企鹅 这下倒好 他不仅能尽情享受孤独 还得独自一额回家了 家里的妻子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一对可爱的蛋蛋 然而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 一场暴风雪席卷了大地 恐怖的风速高达150公里每小时 可怜的史蒂夫再次迷路了 在没有避风港的冰原上 这场风暴无疑是致命的 或许他再也无法回到家 去见见两个未出世的孩子了 在浩瀚的大自然中 一切生命都显得那么渺小 而妻子这边也不容乐观 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 他不仅要用身躯保护未孵化的蛋蛋 还要担心外出未归的丈夫 而一些扛不住的妈妈 就会被冻成冰雪雕塑 再也不会醒来 很快冰雪就吞噬了一切 妻子最终也没能逃过被活埋的命运 消失在了茫茫的血海之中 史蒂夫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 他拼命地寻找回家的路 只希望能再见心爱的妻子一面 当阳光再次照亮大地 已经是三天之后 妻子从厚厚的冰层下探出了脑袋 他坚强地战胜了这场风暴 而史蒂夫也奇迹般回到了聚集地 郑飞一般地朝着妻子跑来 这对历尽磨难的小夫妻终于团聚了 你个坏蛋 这几天跑哪去了 知不知道人家快担心死了 老婆对不起 俺只是不小心走丢了 大傻瓜 你能回来真的太好了 经历这次磨难后 他们的感情也更加深刻了 随着夏天的到来 冰川开始消融 这意味着食物变得更加丰富 不少掠食者已经来到了这里 这对于宫企鹅们来说 也是最佳的捕食食客 接下来的几周 他们需要充分进食 为即将诞生的宝宝做好准备 这只企鹅妈妈抬起身子 露出了正在破壳的蛋蛋 可小家伙想从厚厚的蛋壳里出来并不容易 妈妈虽然十分着急 但也无法进行干预 很快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就诞生了 妈妈会将体内紧剩的食物喂给宝宝 几天后 爸爸捕食回来了 史蒂夫焦急地往回赶 嘿兄弟 别挡到啊 我急着回家看宝宝呢 好在他回来的不算太迟 接下来他就要接替带娃的职责 妻子为了孵化宝宝已经饿了40天了 现在轮到他去捕食了 看着眼前的小家伙 史蒂夫激动极了 我的乖女儿真漂亮 爸爸来为你吃饭饭 这顿饭小家伙吃得十分满足 作为爸爸的史蒂夫也十分骄傲 在这个新生命诞生的季节 每一位爸爸都有了自己的小宝贝 就连附近的海燕也产下了幼崽 但这些邻居对企鹅爸爸来说就是个灾难 因为他们会无情掠夺企鹅蛋 充当一顿大餐 此刻史蒂夫的注意力都在宝宝身上 今天他的小儿子就要破壳了 稚嫩的小家伙使出了吃奶的劲 迈出了额生的第一步 这段时间海燕会天天前来骚扰 而爸爸们会拼命赶走他们 相比于别人家的孩子 史蒂夫的两个宝宝出生最晚 因此发育得很慢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两个月后海面就会结冰 冰雪会无情切断他们回归海洋的路 因此父母必须在一个月内 让宝宝长到现在的四倍大才行 作为两个孩子的爹 史蒂夫必须更加努力 为了节省赶路的时间 他会将肚子当作滑雪板 一路风时电掣 成为这片山坡最亮的仔 当海边的悬崖拦住去路时 史蒂夫眼神坚定 纵身一跃 悲剧的是他跳得不够远 史蒂夫不能停下脚步 为了孩子能茁壮成长 他必须带回更多的鱼 而每顿饭都需要往返一百多公里 还是那条山坡 还是那个悬崖 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父亲的决心 当然平太一个人努力还不行 妻子也会分担养娃众人 夫妻俩几乎24小时不间断地捕食喂孩子 忙碌的时间往往过得飞快 在一个月的精心培育后 姐弟俩已经长成了灰不溜秋的小毛球 每次喂饭时 邻居家的小孩们也想来片吃片喝 史蒂夫只好开启一场六娃大战 因为只有自己的孩子 才会坚定地跟着父亲的脚步 而这也是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刻 可万万没想到史蒂夫这个憨憨 居然自己也玩嗨了 完全忘了孩子们在后面跟得有多辛苦 可怜的小短腿还摔了个跟头 这里的夏天没有夜晚 24小时的阳光照射 把山坡变得光秃秃的 这也是南极最暖和的时刻 但对于穿着厚厚羽绒服的宝宝们 就有点太热了 他们只能张大嘴巴来散发热量 在爸爸妈妈出去捕鱼的时候 宝宝们会一起组成一个幼儿园 可没有大人的世界往往充满危险 一只海燕已经看准时机前来 他在幼儿园外不停转悠 把孩子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像极了可怕的班主任 我教了那么多年书 就你们这一届最不老实 都给我乖乖站好 要是有孩子敢偷偷睡觉 他直接就是个脑瓜崩 史蒂夫家的两个娃正一头雾水的闲逛着 他们是同龄中最小的 无疑是海燕最佳的狩猎目标 混乱中姐弟俩走散了 海燕无情地扑向了弟弟 从背后狠狠地咬了下去 赶回家的史蒂夫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发了风地冲了上去 成功救下了宝贝儿子 但这并不足以平息怒火 直到将海燕统统驱逐他才肯罢休 换回了走散的大女儿后 他如往常一样喂食 可小儿子因为刚才惊吓过度 居然将食物全都吐了出来 这让史蒂夫很自责 认为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因为孩子们从来不会吐妻子喂的粉 但史蒂夫已经很努力了 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 结果走着走着 就闯进了一群像海豹的栖息地 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豹 好在夏季是海豹们求偶的季节 他们都在专心谈恋爱 根本没空搭理史蒂夫 但难免也有些找不到老婆的光棍 一只单身海豹盯上了他 对他来说企鹅也是个不错的小典型 这时史蒂夫回眸一看 那只海豹已经朝他急驰而来 等等 大哥别追啊 俺只是个无辜的过路啊 好在海豹身体过于笨重 史蒂夫凭借小短腿轻松脱险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秋天 小企鹅正在经历一场蜕变 它们的绒毛开始脱落 露出了象征成年的羽毛 一些小企鹅还秀起了新造型 哥们 看我的心发型帅不帅 还行还行 不过没我的帅 你们都不行 看我的爆炸头才是潮流 不过这一只看起来就有些呆头呆脑了 之后小家伙们迎来了儿生的第一场雪 它们对此充满了好奇 可天气变化往往伴随着危险 风雪越来越大 把小家伙们冻得瑟瑟发抖 海面也开始结冰 获取食物变得异常艰难 这意味着小企鹅们必须离开聚集地 前往海洋里生活了 但前方的路并不好走 风暴将伏兵吹到了岸边 封锁了整个海岸线 一些外出捕食的父母被困在了上面 其中也包括史蒂夫的妻子 这意味着他需要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撤离 海岸边一些小企鹅们已经开始下水 海水的奇妙感让小家伙们异常激动 但这伏兵之中并不只有他们 鸡肠碌碌的搬海豹们纹身而来 此刻任何一个小失误都是致命的 为了生存 海豹会毫不留情杀死这些未经失事的小家伙 一天之内甚至有上百只小企鹅将惨遭恶 史蒂夫此刻充满了担忧 但作为父亲 他率先冲上了伏兵 要为孩子们来一场现场教学 然而就在他准备跳到下一块伏兵时 意外发生了 他摔进了水里 动静声引来了一只海豹 好在史蒂夫经验丰富 成功在危机到来之前 逃上了后面的伏兵 没一会儿他就顺利来到了妻子身边 夫妻俩开始呼唤 孩子们要像爸爸一样 勇敢地走过来 于是姐弟俩也鼓起勇气 他们以父亲为榜样 勇敢迈出了决定这生死的一步 但危机无处不在 突然间水下窜出一只海豹 这场惊吓让姐弟俩走散了 海豹朝着弟弟展开了追击 好在小家伙伸手敏捷 逃到了一块坚硬的伏兵上 然而姐姐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被另一只海豹盯上 不慎掉进了水里 他在水中拼命挣扎 想要爬上前方的大冰块 可冰面实在太滑了 当海豹再次出现时 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悲剧还是发生了 史蒂夫和妻子亲眼目睹了 这绝望的荧幕 大女儿被无情地拖进水中 此刻他一动也不敢动 想用装死来骗过海豹 因为他们对死企鹅并不感兴趣 很幸运 这一次他赌对了 海豹果然松了口 看准时机他连忙逃到冰块上 与弟弟再度重逢 前方就是开阔的海面 这也意味着他们脱离了危险区域 从此以后 他们将彻底告别爸爸妈妈 在茫茫的大海中 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 或许五年后 他们会回到这片冰封大陆 繁衍他们自己的后代 而史蒂夫和妻子 也在这里进行分别 接下来的六个月 他们会独自生活 不出意外的话 明年春天 他们还会在聚集地重逢 史蒂夫的故事 到此也进入了尾声 作为第一次当爸爸的起额 他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他找到了一个好伴侣 为他造了一间漂亮的地下室 还一起养了两只健康的小企鹅 运气好的话 明年他还会有相同的经历 但眼下他要好好去享受 这段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 南极的冬天是地球上最残酷的 或许很多企鹅 再也见不到明年春天了 但至少在今年 他们用一场无比震撼的传承 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